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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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鹏 给我闭上你的乌鸦嘴 再胡说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说的不是没可能 菲菲 咱们要先做好最坏的打算 什么最坏打算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们最近不是都忙嘛 也没时间一块聚一下 这不刚好你到你爸妈这儿来 我们这一合计啊 就干脆都请了假 想要你带我们来一个郊区一日游 你不会不同意吧 就是 真的吗 那你们干嘛站在这儿不进卧 还聊什么最坏的打算 这个 最坏打算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到这儿之后 你不带我们去玩 初夏同学 你不是这样的人吧 对对对对 嗯 我已经知道了 前面有座面 听说特别灵验 要不要去看看 不要去看看 我们就在你家附近转转就行了 你不是说你看得很紧吗 真不把手机给收回 哎呀 我妈这几天她心情不好 谁电话也不接 平时吧 太空门 从来不用手机来到上网了 所以我才没没收 还是没经验 你还不顺心的人啊 最不幸能见 你们几个 舒适过来观光 可是连风景也不看 光顾着在这儿开小会 干嘛呢 嗯 嗯 初夏你听我说啊 就现在那些偷拍的人 最喜欢干什么 解位 比如说吧 两个人并排走来一会儿 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边 可是拍出来呢 就特别像牵手一样 再比如说 前段时间那个演员大哥 被拍到什么激吻 实际上人家就是一个礼节性的拥抱 这个动态视频看得特别清楚 可是大家只在乎那一张定格的照片 审安这几张照片 看起来像是结尾 可是以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啊 我给你示范一下啊 二鹏 我 你示范一下 我是不是是吓不了口啊 来 蔡主将 来 蔡主将 干什么 我在跟初夏讲结位 你头一弯不是正好清上了吗 我 我 这个文可是我的呀 你信长 初夏 这件事你必须冷静冷静再冷静 菲菲 我比任何时候都冷静 在青岛的时候 其实沈安就跟我说过 她被女人赶出了房间 可那个时候 我以为她在开玩笑 但后来我看到了佳颖 又看到了这些照片 我才知道那些话都是真的 其实从一开始 沈安就是带着佳颖去的青岛 沈安带佳颖去青岛 也不代表什么呀 你开始不是准备 也带着二鹏去青岛 对啊 楚晓 那你带我去青岛 难道还表示你暗恋我吗 对吧 你们都误会了 我没有再吃什么醋 只是这些照片 更加地提醒了我 这才是我跟沈安一爷过的生活 她带着傅家小姐浪漫约会 我带着梦想成绩的生活 对了 学长 对不起 一直瞒着你 其实我跟沈安这场婚姻 只是一场误会而已 初夏 你要这样 就真中了乔家椅子计划 菲菲 这跟重不重计没有关系 我跟佳颜想要的东西 本来就不一样 妈 难道你周岛沈安 那么一丁点的感觉都没有吗 这孩子想的还挺多的 梦想 等你长大之后就会明白 感觉 在生活当中是最不重要的东西 你们都别劝我了 既然是演戏 就应该有幸福的时候 不是吗 这么好玩的场面 怎么没让我赶上呢 原来你真这么八卦 你看 没有什么 这个人太太太太 н专门 都别花了 谢谢 和你赶上你 我不赶上你 你还是不赶上我 你赶上你 你赶上你 我赶上你 我赶上你 你赶上你 你赶上你 我赶上你 你赶上你 你赶上你 你这又是何口呢 你这孩子 怎么都不敲门呢 这有门吗 就算有门 我敲了 某人也沉寂在美好的回忆中 听不见啊 我这是正准备删呢 我 别 妈 我知道 你和沈岸一开始只是在做戏 但是 沈岸这人她真的挺好的 你就考虑考虑她 怎么了 行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总站在她那一边 不就是因为她经常拿摇的视频给你看吗 一开始是因为这个 可是到后来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叔叔了 最重要的是 我发现你 也见见人喜欢上她了